现代人的生活难离3C产品 让蓝光几乎是无所不在 由于蓝光可以穿透眼睛的水晶体 直达视网膜 如果眼睛暴露在蓝光底下的时间过久 或者是强度越高 就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细胞受损 进而加速黄斑部病变 带来不可逆的损害 有哪些护眼妙招呢 带您一块来看看 不论是用电脑 看电视还是滑手机 现代人生活难离3C产品 也让蓝光几乎无所不在 一时指出所谓的蓝光 在可见光中波长400到500奈米 来源包含太阳光跟3C产品 由于波长短能量高 因此对眼睛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 我们的水晶体或者是肝眼症的几率 都会因为随着3C用品的使用 或是没有做好抗UV的时候 而有一些症状跑出来 一般蓝光可通过眼角膜 穿透水晶体直达视网膜 如果眼睛暴露在蓝光下的时间 越久 长度越大 就可能会造成视网膜细胞受损 近日加速黄斑部病变 因此医师建议 如果在大太阳下出门 可佩戴太阳眼镜防堵蓝光 或者减少使用3C产品的时间 也可把萤幕亮度适度调降 避免蓝光对双眼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蓝光除了对眼睛 其实会有直接影响之外 对我们的那个日夜周期 也是很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当然就是一直看手机追剧 然后做功课 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还是以为自己要作战 要工作 太阳下山的时候 就尽量把家里的光源 或者是手机慢慢调成 可能比较偏黄光像烛光的模式 适量减少3C产品的使用时间 不仅能阻隔蓝光入眼 也能让眼睛充分休息 接纵不倒